好 來看到怎麼會有猴子這麼的好學呢 跑到學校裡頭 這是在台中的長逸高中的校園 連續兩天都看到了有猴子的蹤跡 有一隻小猴子呢 他是闖進了英文老師的辦公室 在辦公室裡頭翻找食物觅食 而且他還坐在老師的位置上 拿著鉛筆來玩 一拍也是很悠閒自在的樣子 模樣也是相當可愛 過程被教制員拍了下來 而學校的校長還在臉書發文 寫上的是齊天大聖到學校兩日遊 吸引了網友分享轉天 嚇死我了 我剛剛一回頭他就在那邊 啊 這麼恐怖 小猴子闖進辦公室 東張西望找東西吃 下一秒他發現目標 他把我被一隻羊蟲 啊 我的妹妹有沒有 完全不怕人 小猴子以為可以吃 拿起杯蓋啃呀啃 女老師驚聲尖叫 想辦法討救兵 玩一玩甚至還坐在椅子上 拿起鉛筆仔細端詳 好像自己就是老師 台中太平常義高中 出現一隻台灣迷猴 把校區當開心農場 大膽罷樂 他這個猴子啊 有時候啊 他會抓傷我們的同學 第一時間啊 我們就先想把這個猴子啊 這個困在某一個區塊裡面 但是啊 他動作實在太快了 校長好氣又好笑 PO文寫道 齊天大勝 萌生求學之心 第二天還來 不只坐在 英文老師的座位上 還跟學生一起上體育課 那後來我們就打市民專線啊 來向市府求救 那市府啊 也也從在我們太平旁邊的流浪之家 這邊提供我們一個誘補的籠子 最後校方找來大籠子 在棟寶局的護送下結束校園二日遊 不過猴子悠悠嘻嘻的可愛模樣 也在網路上掀起討論 記者徐聞李雲杰 台中報導 好 收到一個最先的消息 高雄市岡山區的吳甲偉 在今天上午的10點多 有一輛載著螺絲的貨車 經過的嘉心路 車上載運的螺絲桶 竟然掉落下來 結果螺絲散落了一地 傳出砸傷了一名富人 而且波及了一輛汽車 結果這個富人重傷失去了呼吸心跳 現在是送醫搶救中 另外在高雄發生了 有一個21歲的男子 他趁著暗夜在襲胸 短短兩個小時之內 他突襲了4名被害女子 其中有一名是62歲的阿嬤 他連62歲的阿嬤都不放過 而警方以車追人 在屏東逮捕了嫌犯 這個嫌犯他辯稱說 只是因為好玩而已 晚上8點多時間不算晚 高雄不愛一路巷弄內 不少民眾來來往往 但卻出現席胸狼 席胸色狼就是這個人 21歲男子對被害女子席胸後落跑 表情似乎還帶著笑意 4月13號晚上8點多 從不愛一路到歐子底公園 再到御豐街犯案 連62歲阿嬤都不放過 突襲生狼爪隨後跑到汗口街 短短一個多小時席胸四位女子 遭警方逮捕後 居然變稱只是好玩 車追人的方式在屏東查獲 該名色先人 就是忍不住想偷摸女性的胸部 而且年紀不分老少 遭警方移送 沒想到交保後 魔爪又開始顧忌寵屍 巷子裡公園 刑犯專挑落單女子下手 甚至還跨縣市從高雄摸到屏東去 罕見被依性騷防治法遭到收押 也被判刑一年三個月徒刑 但被害女子甚至阿嬤 心裡恐怕已經留下陰影 既然高雄 綜合報導 高雄警方破獲了一個民宅賭場 遠景是在清晨的四點初級 趁著賭場的員工 早上清晨的時候出門買早餐 衝進了屋內 賭客是嚇到驚慌逃竄 而現場賭場人員還有賭客 多達38人 除了賭博罪呢 還非法群聚 最高集體開罰84萬元 而且這些全部都要送到醫院做PCR採檢 警方衝入賭場內部賭客逃竄 碰撞聲不斷 天酒牌賭場38人全數被警方控制 暴頭蹲下乖乖就範 原來警方破曉出擊 清晨四點趁賭場人員外出買早餐 埋伏警一箭開門一泳而上 信任警力接力趕上 車門都來不及關 三步變兩步衝進賭場抓人 7號 8號 9號 9號 我看一下 9號 標籤標籤秀出來 將近40人群聚天酒牌賭場 警方大陣仗用巴士載人 全員編號一個都不能漏 負責人 工作人員 把風及賭客等38人 現場查扣賭資 抽頭金共120萬元 其中三名賭場人員被以賭博罪 傳染病防治法舉發 賭客也面臨高額罰金 設置法一人罰9000 傳染病防治法3000到15000 35人最高罰84萬元 就怕出現防疫破口 全都要送醫PCR採檢 記者宋貝成高雄報導 現在的消息台中龍井向上路六段 這裡號稱是死亡下坡的路段 又再發生了連環追撞的車禍 有一輛大貨車疑似煞車不及 追撞的前方停等紅燈的車輛 有四部的小貨車 三輛的轎車都被波及 還好是沒有人傷亡 現場呢現在還沒有排除 警方正在處理中 這是目前我們收到最新的訊息 另外來看到就是有騎士不遵守交通規則 車禍又傳出來 在新北的新莊有一個男騎士 他隨意的變換車道 插撞之後執行機車 造勢之後還在逃逸 而泰山有一個富人呢 硬是穿越過了車陣 橫越了馬路 短短20秒之內 跟兩名的騎士發生了碰撞 網友大酸說 真的是移動式神主牌 兩輛機車執行內側車道的 許姓騎士行進路口 疑似為了閃避前方車輛 突然向右變換車道 但他大幅度向右切出後方夜性騎士 閃避不及當場摔車在地上滾了一圈 手部腿部多處擦錯傷 但許姓男子卻只回頭看了一眼 直接揚長而去肇事逃逸 他事後向警方公稱當時趕著去打工 怕遲到會被老闆罵才會趕著離開 本案將肇事逃逸的車禍案件移送法辦 機車亂騎意外頻傳 在新北泰山的明治路 一名富人想穿過車陣 剛起步就差點被撞上 好在後方機車急煞才沒出事 但富人似乎沒學到教訓 堅持要從車陣中很遠 才剛騎出車陣後方一名女騎士 閃避不及直接撞上 腦鳴騎士雙雙倒地 網友看到影片大酸 阿姨要過就是要過 真的是移動式神主拍 不要再出來害人了 但也有人注意到汽車也停在網撞線中間 恐怕也是造成車禍的幫兇 富人不遵守交通規則 二十秒內接連發生兩次車禍 不但害人又害己 記者城鎮冒菜山新北採訪報導 打壓的警察 打壓力 無背負 摩